莱猪开放进口议题受到本地消费者关心 对食安问题金门农会渔会宣布 旗下超市内的猪肉只能卖国产猪 来维护民众的消费权益 让民众吃得安心 全民健康 尽用莱猪 在建设处处长文水城 以及农会理事长蔡水游 卫生局局长李席新 渔会总干事许批黄等人 共同在京城的金门区渔会 渔获直销中心前面宣示 尽用莱猪保护消费者健康 屏东的屠宰场所杀的猪 然后有合格证明 都有提供一些合格证明 为了要推广我们金门在地的 那金门的农会跟鱼卫超市 换收的猪肉大概都是台湾生产的 或是金门产地的一个猪肉 那我们要宣示就是说 这两个超市它都是不卖进口的一个猪肉 都是以国产的 不管是台湾或是金门版地的猪肉 那特别来今天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宣示 我要感谢先生跟卫生机把法已经送到议会 这个审查的时候是要进口美牛跟美猪到金门 现在因为台湾他们可能中央执政了投革火烂后 可能他们我们地方是为了我们乡亲百姓 跟后代子孙的健康 所以我们是强力的反对 我们议会修法应该也是会往这方面再做 最快这个汇气应该会通过 为了我们后代的减少跟我们冠军的健康 一定要反对高队 前中华民国养猪的飼料里面 不能添加莱克多巴胺 然后我们的猪肉可以销到日本 就是因为没有添加这种药剂在 但是我们中央政府进口的美国猪肉就是有添加 所以你看看这10个都可以修了 我们要全民大家一起分队 本则就是为全民健康的这个来把关 那我们也是尽量我们一定遵照我们县府的规定 然后我们禁用有韩莱克多巴胺的美国进口的猪肉 我们现在还是以台湾的猪肉为主 我们尽量做到把关 然后请台湾的厂商来提供我们这个证明 如果我们它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我们绝对不会翻卖 所有的规定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公安 所有的消防这些东西 我们把规定全部做好 我们也不怕它查水表 我们只要把我们需要的政府的规定 我们全部做好 只要我们规定都按照政府的法令来做 我们也不怕它查水表 因为我们是为了全民 为了我们金门的老百姓来做健康的管管 为了推广金门在地猪肉 金门的农渔会超市卖的猪肉 都是台湾或者金门生产的 农会渔会这两个超市都是不卖进口的猪肉 都是国产的 卫生局会有一系列的作为 也就是会到摊商查核 鼓励消费者多多的爱本地的生鲜肉品